面對了利空 你有的心態就是 第一個你要先去看你手上的股票 股價現在是在華山之巔 還是在絕情谷底 絕情谷底你當然沒有理由去砍它 華山之巔那你可能小賺一點或停損一點 趕快走人 然後等這波下去怎麼樣 再去找個絕情谷底的 或者你手上的股票本來在華山之巔 又回到絕情谷底的 你手上有資金怎麼樣 可以進場加碼 那下禮拜台積電的法作 我認為台積電法作 還要聽在台積電裡面的各個營業項目 各個IC裡面 哪一個IC接下來會成長的 這一類的股票就會飆翻 兩三年前那時候台積電就說MCU會不錯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做了新唐 後來新唐就從六七十塊不是一路飆到200嗎 可是在那之前 所有的IC股都漲了 就是MCU沒漲